公司最近很不太平 戒人一散,不能藏二虎 何況還有兩隻 宇宙超級霹靂無敵,殘忍老虎那 公事上,他們固然針鋒相對 接下來我們要討論公司的飲料 光顧哪一間 湯仁治精流水 當然是湯仁治精流水 當然是湯仁治精流水 你懂得飲食嗎?窮編劇 精流水沒有營養的 你不懂得飲食就算了 喝得咬水也會脫髮 照你這麼說 就是全世界的人都很光頭 我說的話,全部有科學理據支持 當然有科學理據支持 精流水沒有營養 別說這麼多,數據說話 好,明天每人交一份報告,好嗎? 接著 接下來的議題是 公司廁所的雪櫃也夠其滿身 幫忙 阿豬 不要浪費時間,勞規矩 明天每人交一份報告 就這樣說 公司以外,即使雞毛蒜皮這麼少的事 兩位姐姐都要爭賊木 浩太太,被孤兒姐呢? 給我先 浩太太,我先叫你 不好意思,這是奶茶,我喝的 不好意思 最慘的是 兩位姐姐每次的戰火都會雷及無辜 謝謝你 Ivan關門 Ivan,開門 我要你關門 開門 關門 開門 關門 開門 關門 我們見爸爸快遲到了 三、二、三、二、三、二 那就走下去吧 三、二、三、二、三、二 現在幾點? 跟我開會也遲到? 不是,爸爸,你聽我們解釋 剛才姐姐和我善姐 兩個霸佔著電梯 一個不讓走,一個不讓進 就這樣叫我開門關門 加持十幾分鐘 我們兩個沒得見之下 拋樓梯上來 Jo,不是真的嗎? 是真的,爸爸 爸爸,不如你出手控制他們 不要讓他們這樣 要不然整天在公司被他們搞死 我從來都不理這些小事 總之他們做到事就行了 而且公司內部也沒有必要的磨懈 有競爭才有進步 我打到你的眼睛,我打到你一輩子都犯犯 我打到你的死人頭 我打到你一輩子都犯了 姐姐 你怎麼這麼生氣 到底善姐做錯了什麼,多生氣你 她的存在已經夠激怒你姐姐了 你們說,我以前多風光 我說一無人敢懷疑 就算我選錯了,我就選另一個牌子 我何必跟別人解釋 只要你喜歡 這個月劏人紙 下個月娃娃娃娃都還行 以前哪有人管得到我 現在我什麼都要跟別人解釋 連選哪個牌子的水 我都要寫報告,找數據 我現在天天上班 跟她參加辯論比賽有什麼分別 有方同學,你一定要挑剔我的選擇 你是不是生氣我? 有方同學,我生氣你嗎? 跟今天的討論議題有什麼關係? 但是如果你的理據有理由的話 我自然會同意 不如先做正經事吧,別玩了 我還要拿自己來做例子 拿我喝了幾十年 礦泉水的驗身報告出來 才能說贏她,弄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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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要拿給我看 她要拿給我看 向我谷風幹什麼? 看著鏡頭 直播給公司上上下下的同事看 她首先一定會放大這宗新聞 趁機會拿來羞辱我和困惑我 怎麼辦? 不要了,我不上班了 我明天不上班,我不上班了 我也不知道你搞什麼 今天拿去上班,你又走後門 放午餐後又不在初戀咖啡店吃 你…你必須這麼誇張嗎? 如果我去初戀咖啡店吃飯的話 就看見紅上線了 要不然給她一個機會 她又羞辱我和困惑我 讓事情過一段時間吧 我想你這次是一輩子 最怕上班的一次 想到挺好笑的 挺好笑的 這就是第二類型的租客 年租期相對會短 尤其是年中新鮮 好,別這樣,給點抬起 好 看不見,每個字我都明白 加在一起我就不明白 怎麼可以讓她說清楚一點 但是又不讓她知道我這麼蠢 我不是眼花吧?你吐大氣嗎? 我第一次見你鬆開氣的樣子 你看見你爸爸也沒那麼緊張 你竟然比紅上線更緊張 人家吐大氣有多奇怪 我什麼時候又緊張他? 舅父,你說 紅上線的腦子究竟在想什麼呢? 剛才有個這麼好的機會來困惑我 他竟然不困惑 糟了,他是否想等一個很重要的場合 才來羞辱我 還是他已經在爸爸面前打我毒針 還是他放風,在傳媒面前搶我 你先停下來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想那個女人呢? 他不值得你花這麼多心思 在他身上,你不要再想他了 你做你自己就最好了 但一天他在接龍,我一天都不會好 你知不知道他在這裡之後 我吃飯、睡覺去廁所 我老闆全都想起他 我真的很討厭我現在這種狀態 我很可憐 不行,我一定要找辦法 弄走這個紅上線 但快點,坐下來 我聽我說的 我想了很多方法去折我紅上線 首先,我決定向他心愛的男人開刀 我要剪朝偉的製造費 不要,姐姐 劇組工作人員原來是無辜的 你不理你弟弟 你也管理一下你現在的電影公司 你也不想我整修自己的招牌 看上你的份上好了 我只是折磨他家人 我要把紅藥水和紅樹人搓圓、禁扁 要他們求生不得、求死不倫 別用了,老婆 紅上線是冷血的嘛 你說了我重點出來 我只對付他 我安插些臥底在他身邊 要他做事出錯 令爸爸對他失去信心 你想想,當初紅上線 為什麼會進來接龍? 就是因為你爸爸 想利用他來打壓你 如果你真的趕走了他 那麼難不及第二天 有第二個或第三個紅上線出現 我寧願第二個 我現在看到這個窮片劇詞便 而我就真的會在後面 就算真的被你踢走了他 爸爸也會覺得自理不了 就只要他多想 怎麼樣?這個又不行 這個又不行,有什麼好方法?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你們有沒有聽過太陽和北楓的故事? 他們比賽,鬥令人快脫衣 結果北楓吹得越大力 那個人包了衣服,包了越緊 我知道,然後那個太陽什麼都不做 只站在那裡曬著他 他就主動自己脫衣服 你們的意思就是叫我以退為盡 令爸爸覺得我是沒東西想的 不會搶的 Hello,想看我有份演出的 法政先鋒錄行傳者的救贖 現在在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就有得看了 每日緊貼香港更新 快點下載這個免費藍色App 隨時地播新劇吧